就是你們可以喊停 我這手法是不是看起來很粗 停 就這張 好 那就抽這張 秀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是不是 你不可以看啊 你不可以看啊 好 好了 好了嗎是不是 有了有了 好 那 好 你就把這張牌給我好不好 好 為什麼 我隨便抽進去 你想 你想放在哪裡都可以好不好 可以是不是 是 那我放這上面 好 你知道放這上面 我很容易就找出來了 這根本就不用找 厲害厲害 你等一下找他是不是 我等一下找他 所以你就隨便插在中間 好不好 好 我還是插著好了 對 你就隨便插在中間 好 插著好 OK了 這樣 我其實剛剛在你放進去的時候 我就已經看透了那張牌是什麼了 真的 真的啊 他在最上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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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了 是不是這張 不是 不是啊 辣茶啦 辣死了 什麼魔術 不是這張 不是這張 不是梅花酒 不是梅花酒啊 其實真正的魔術發生在這裡 我剛剛 把那 在哪裡 在哪裡 他那張小姐姐 在這裡 在這裡 這張蓋起來的牌 就是你們剛剛想找的牌 是嗎 先把它翻開 你們剛剛想找的牌是什麼 應該是 黑桃舞 對 黑桃舞是不是 來 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黑桃舞 很好 耶 成功了 不難嘛對不對 還可以 還不錯 要多練練講話的技巧 就是比較生硬 魔術的東西就是這樣子 你怎麼會問人家說 你要不要抽一張 我別人家 你問問去吧 我很少變魔術好嗎 基本上來說 我根本就沒有變過魔術 魔術這個東西就是要多練習的 對沒錯 就是要一直花時間練習 說到練習 走魔術這條路走多久 十年 十年了 對 差不多這個月剛好滿十年 對 所以有沒有一個 就是中年慶對不對 完全沒有 沒有啊 自己慶祝這樣子 好 慶祝就是來教我們 第二個技巧好不好 好 接下來第二個 也是 因為撲克牌不是隨處可得 也是 一樣 我要借一個隨處可得的東西 剛剛你們借過我 你們覺得是什麼 錢嗎 答對了 再一張是不是 來來來抽一張出來 這個越花越兇 你這幾個 好像魔術都會牽扯到錢 好 等一下 拿好幾張一百塊出來 拿好幾張 好貴喔 這個魔術 這個魔術滿貴的 要幾張 一疊可以嗎 一疊 一小疊出來 然後 牽著彩彩 好 你們洗一洗 這個你要洗啊 他這個要洗 洗錢 簡直洗錢 好不用洗 把他洗一下 我們在節目上 工人洗錢喔 他剛剛那張不要猜進去 你剛剛那張 一直收起來了對不對 好 對 收起來 收起來 好 洗完了 恭喜你們現在 工人洗錢了 好 洗完之後呢 你 自己從裡頭 隨便抽一張出來 隨便拿一張 洗錢還可以抽 好 其他的 放到口袋裡頭去 放我口袋嗎 對 不是啦 你拿出那張 你拿出那張 接下來幫我一個忙 把它揉成一顆紙球 直接揉 直接揉 紙球 對 直接揉 我要開始揉 對 直接揉 用力一點 直接揉 對 揉成一顆小小的紙球 轉它 我正在揉它 對 轉它 對 很好 沒有 它已經被揉了 用力一點 揉小一點 越小越好 如果被告的話 越小 我會說是你愛的 好 沒問題 揉紙球嘛 又沒有撕壞它 好 把它放在這邊 放在那邊 再來呢 用一張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東西 衛生紙 沒有任何問題 先看一下 摸一下 我醒一下好了 不要啦 拜託 聞起來像五月花的 好 我把它蓋在上面 接下來白板借我一下 我剛剛講過 每一張鈔票都有它的鈔票號碼 沒有被蓋住怎麼看到 好 沒錯 所以接下來 我要教大家魔術是 猜出這張鈔票的鈔票號碼 怎麼可能啊 OK 好 好 來 以頭可以積一點 確保我沒有辦法 從任何角度 還是什麼縫隙 去看到這張鈔票的號碼 還在啊 還在啊 這張鈔票是誰的 阿謙的 阿謙的 好 對 不是 這也是我念我自己的鈔票號碼 都不知道 為什麼他會知道 這怎麼可能啊 我們才剛從錢包裡拿出來 What 它就在裡面啊 看不到啊 這太瞎了吧 我可以看看它有沒有在裡面嗎 好 可以看一下 它還在不是嗎 它還在 我剛剛揉的啊 應該是沒錯 好 接下來 阿神報應嗎 拿著這個板子 接下來你幫我 把它打開 轉過來給大家看 同時你大聲地唸出來 上面的號碼 對 你唸 你唸 你這邊幫我輔助 HR291134UG 謝謝 好的 這個魔術呢 是一個很 我很喜歡的生活魔術 大家可以學 大家可以變 為什麼 怎麼可能啊 來 現在 先讓你們猜一下好了 是 先讓你們開猜看 是怎麼變的嗎 對 怎麼變 我覺得啊 就是我剛剛 嗯 唯一的 唯一的漏洞 拿到它的時候 偷看之類的嗎 好 我們來做個實驗好了 來 那 剛剛那些錢 剛剛那些錢 我們有可以猜嗎 你要猜 你猜 我猜嗎 對 你猜 我覺得唯一有漏洞 閒在我口袋 喂 我覺得唯一有漏洞的地方 是你去把衛生紙 掀起來的那一瞬間 不錯 來 我們接下來先做個小實驗好了 是 我們先不說把鈔票揉起來 來 給你看 OK 好 請問這張鈔票號碼是 AAB3345678 搞不清楚嘛 對不對 所以 這一個 這張鈔票是 EN749107UC 對 好 接下來我來教大家什麼變 首先我們不可能就是拿出來 然後趕快偷看一下 這不太可能 對啊 不可能啦 好 來 剛剛那張鈔票在哪邊 剛剛那張 那張揉過的 好 這張鈔票 誰的 阿謙的 阿謙的 錯 是我的 什麼 謝謝 那你剛剛怎麼換的 阿謙的 來 這裡 不可能他剛剛牽在上面 你把衛生紙蓋上去 是啊 所以我剛剛揉的 並不是 還是阿謙的 一開始呢 請人家隨隨便便的 拿一小碟的鈔票出來 是 對 拿完了之後 或者他就只有一兩張 因為一般人不見得 會準備這麼多張 對 所以請人家拿一張 接下來 你不要看 跟他講 揉成一顆小紙球 那在這個魔術呢 這個魔術是要事先準備 我先在家裡的時候 來 這一張是阿謙的 你先拿 我隨便抽了一張 之後會掉出來 接下來我開始幹嘛 我把他沒有號碼背起來 把它背起來出來 HR291134UG HR...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難背 但其實不會 你大概默唸個十字 比克文還要好背 就背起來了 就背起來了 差不多就背起來了 背好了之後 幹嘛 揉起來 把它揉起來 揉成一顆小紙球 好 這個紙球盡量不要太小 可以讓它大一點 待會我會講為什麼 大概像這樣 接下來我會把它放在我的 右邊口袋 口袋裡是嗎 再來呢 就是你們剛剛看到的 我請人家 選一張鈔票 選一張 來 就先用這一張 接下來我請它揉起來 揉起來 揉 揉起來 揉起來之後 我就請它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 這時候 稍微看一下這一顆 鈔票的大小 大概看一下 差不多 記一下大概的大小 蓋起來 蓋起來 拿出紙筆 紙筆 先寫 對 先寫起來 那這時候要寫什麼 就是寫 在我這兒 對 我想說B跑去哪兒 寫什麼 寫我在家裡背的那個號碼 那張鈔票在哪邊 在我的 右邊口袋裡 口袋這裡 接下來 我現在還記得 H R 29 11 3 4 U G 好 寫起來 接下來就是 對 要換 這時候它在我的口袋裡頭 我要去把它拿出來 要有一個很合理的方法 這個方法是什麼 我把它比 如果我沒事 你放在這邊 大家等我一下 好像不太行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寫完交給人家 同時我把筆收進右邊口袋 合不合理 合理 寫完筆就要收起來 收起來 這時候我手輕輕地 把它從裡頭拿出來 當然拿出來的時候 手要輕輕地把它藏在這個位置 這時候因為我揉得比較大 對 所以我這時候會輕輕地 再稍微加一點點的壓力 把它再弄小一點點 當然這個動作不要讓人家發現 我會自己在這邊這樣子 對 這個時候這鏡頭其實也看不太出來 把它再稍微壓成大概的大小 接下來就是換掉它的部分 換掉它的部分是像這樣子 右手把它卡在這三隻手指裡頭 這比較難一點 對 這好難喔 過去 其實這也不會很難 抓住所有的東西 右手同時間放開 奇怪 剛剛為什麼都沒有發現 這個動作很快 這個動作要稍微練習一下下 有一些人會像這個樣子 過去 接下來把它 你就完蛋了 記得 要先抓 右手丟 左手抓 有一些人變的時候很緊張 它會怎樣 它會拿起來 來 你把它 變不見了 忘記丟出去就對了 對 夾太緊 對 也有一些人會這個樣子 太可愛了吧 它沒有抓好 然後像這樣 哇 照片要變兩張了 觀眾超級開心的 好好喔 變一變 變兩張 多變一點 變淺的模式就對了 對 所以要記得 右手像這樣子 把它抓起來 輕切丟 然後抓起來 同時間 這個動作要很快 不要快 千萬不能快 很多人都會覺得 魔術就是快 快就會害死你 真的嗎 為什麼 我們來做一次 我正常的速度順的 接下來請你幫我 把這張鈔票打開 這是順的 正確的 快的是怎樣 看一次 手上那顆會飛出去嗎 來 來 記得你趕快把它打開 來 快點 你就覺得有問題對不對 感覺很假 你就會覺得等一下 你為什麼要這麼快 對不對 所以記得魔術 一定要順順的做 不要快 大家都會覺得魔術是 你就是手快 你就是怎樣快 沒有 你只要快就會害死你 快是害死你最大的元兇 所以快不一定好 對 這個好有趣 好有趣 對 接下來想想 輕輕的丟 花心起來 點起來 這時候 因為拿走 順勢的收進口袋 這個合力 收進來 接下來 來 你幫我打開 拆開看看 然後我再念一下 核對上面號碼 就是什麼號碼 就會對了 謝謝 這其他一招 這招真的還滿厲害的 對啊 但是要記得 一定要背好 有一些人背了三次 我記好了 出去一遍 要寫上 對不起 大家等我一下 就完蛋了 一定要記得背好 這個沒背好就會害死 就這樣 大家平常的時候 你平常已經背好 你不代表你表演的時候背好 表演的時候 尤其是初學者一定會怎樣 緊張 緊張一定會怎樣 忘記 就跟我剛剛一樣 不知道自己要講些什麼東西 對 一定會這樣 我想 我挺想看看阿仙出球 你想想試試看這個 試試看好不好 可是我要先背阿 不然你自己背一張 還是你要背這一張 291134UG HR291134UG 沒關係 就腳上 不行不行 你這樣太簡單 要查掉 HR 我們終於又可以當奧客 HR291134UG 來來這個 那隻餅 幫我背一下 有衛生紙嗎 HR2911 這可以抽個幾張來 好 這樣衛生紙給你預備 HR291134UG HR2911 HR2911 我覺得這個比 背的比較難 背的比較難 HR291134UG 我們拿這張好了 不錯 對啊 剛剛怎麼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如果別人拿一千塊怎麼辦 別人拿一千塊 我就跟他說我不用這麼大的 我只要一百 對 好了 我好了 我們就 來 我可以開始了嗎 有點像 好 來吧 移動式ATM 看得好像搶 口袋裡怎麼都是錢 所以三張 那我們就選不選一張 沒有 我要變魔術 要等他CUE 對 沒有觀眾那麼多 來 我給你操表 你讀座號碼可以嗎 沒有 也是 這個人怎麼這樣子 來 我要開始變魔術了 你好 你好 你們 我想變個魔術給你們看 我花兩千塊 進來看你的表演 兩千而已 對 花兩千塊 我想問一下你們身上有沒有帶錢 人總是需要錢嘛 有 需要帶 有沒有錢 有沒有一百塊的鈔票 一百塊的鈔票 零錢不行嗎 不喜歡零錢 零錢太小了 一千塊又太大了 我覺得一百塊剛剛好 標準澳洲來的 顯稱澳客 我這邊有幾張啊 三張 三張是不是 不要讓我看到 好 你隨便從裡面挑一張 你喜歡的 那我親我的朋友挑好嗎 好 看一下 這張 這張是不是 好 我挑好了 挑好了嗎 確定就是這張 好 你不要給我 那我自己拿著 你把它揉起來 揉起來 對 揉成一顆球 很小的一顆球 對 揉 好 揉喔 揉 我在揉了 這魔術師好兇啊 對啊 其實我們都在做了 還在兇 都花起來起來 看你的表演還這麼兇 我揉成一顆球了 還要再小嗎 可以這樣可以這樣可以了 差不多了 對 好 那你把它放在桌上 還好 這是你準備的桌子 沒有問題啊 你可以看一下 你覺得有問題嗎 很好 以魔術師的直覺沒問題 好 你也是魔術師 不是 好 那我這邊有一張衛生紙 來 你看一下 衛生紙 有問題嗎 很好 好噁喔 沒問題 來 讓你好不好 讓你做 讓我做 你把它蓋上去 蓋上去 對 好了嗎 確定蓋好了嗎 你先確定一下 我沒有辦法透視這一張 基本上來說 100塊 不可能 好 來 我們準備一下我們的白板 這個東西會用到白板 會啊 會用到白板 我現在呢 你要畫出國父的樣子 對 等我一下 我現在要寫出 這一張鈔票 那還蠻困難的 是挺難的 我現在要寫出這一張鈔票的號 相信嗎 100是嗎 100塊 號碼 超標上面有號碼 對 超標上面有號碼 我剛剛應該都沒有辦法看到它 是 基本上來說 你記得嗎 我沒有在看那個上面的號碼 對啊 所以你也不記得嗎 是 我剛剛根本沒靠近你 所以我一定 不知道對不對 對 我想一下喔 那你在說什麼 沒有 我有點直覺 可以知道它是什麼號碼 有透視眼 對 我有透視眼 而且你摺起來我都看到 對 但是我對男的沒興趣 好 我對男的沒有興趣 現場女工作人員要小心一點 還有透視眼 快好了快好了 剩兩個 剩兩個 剩兩碼 對 再過來一點點 剩魔術是有點辛苦 有了 有了 差不多了 選出來了嗎 選出來了 對 不開玩笑 OK 我請你朋友拿著好不好 先不要開 不要開 好 其實他也不是我朋友 他也不是你朋友 先亂講 沒有啦 就是你確定了 我已經寫好了 這是暗裝就對了 沒有啦 我喉嚨不舒服 我把東西拿給他 好 來 確定一下 他在這邊 他在這邊 你有沒有通到他 我們現在總是要揭曉答案 所以我們差不多要看看 這裡面到底號碼是幾號 是 我很想知道 沒有錯 我們就來看看 他到底是幾號 好 你開 我不動 你開 看一下張照片 你可以幫我 我來念錯好不好 秀給大家看上面的 號碼是多少 來 上面的號碼是 HR291134UG 是嗎 完全一模一樣 不錯 厲害 好 想學嗎 我可以講 沒有 所以重複再來一次是不是 永遠不被Ending對不對 我剛剛 竟然已經忘記比了 對 太好瘦了 所以比很重要 我講一下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要稍微修正一下 衛生紙跟鈔票 我還以為暗裝也很重要 對 暗裝很重要 如果我剛剛沒有那個殼的話 我就想 你這樣子去拿不會被發現嗎 好 就是在這邊的時候 寫完 等一下 這時候 鈔票 在右邊口袋 右邊口袋 寫完 寫寫寫寫 筆蓋 蓋上 注意喔 筆蓋先蓋上 筆蓋先蓋上 對 因為待會兒可以很順的 來 你先幫我拿著一下 好 同時 這個動作要出來 寫完 蓋好 來 你先幫我拿著一下 好 沒問題 這樣子動作才會被發現 如果你是這樣子 寫完 拿著 筆蓋 蓋好 而且 你一定會被發現這樣 而且我在拿到第一瞬間 一定會想看你寫了什麼東西 對 這個在魔術師叫做錯誤引導 就是我現在不希望你注意 我要偷這一顆東西 所以我要把你的注意力 引導到別的地方去 所以同時呢 我這時候寫完 寫寫寫寫寫 蓋好 交給你的時候 手就進來 拿到這個東西再來 這個時候不要等 在這個時候不要等 我們要揭曉 這樣子會完蛋 因為這時候大家會 好啊 來啊 我幫你揭曉啊 沒問題 你這樣就完蛋了 你要自己主動 所以這個信號 一定是一遞出去 比一收好 直接拿起來 來 接下來你幫我把它打開 變大了 對 你要注意大小 要注意大小 對 太大的話要稍微捏 一定要注意時間 你千萬不能等 你在這邊放完筆 放進去 你偷出來幾下有機會 來 幫我打開 好 不要等 我們要揭曉它囉 各位 要來囉 注意喔 你就完蛋了 這樣就爆炸了對不對 對 大家就怪了 你不過就先開一張衛生紙而已 你到底在幹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尷尬 一定要注意 這件事情一定要非常注意 他說練習 太神奇了 學到一些東西耶 對 真的還滿妙的 所以其實魔術師 我們做一個總結 魔術師這種表演 大概就是 花錢去騙自己 不是 你這樣講太難聽了吧 你要想嘛 這樣說好了 你平常 你喜不喜歡看電影 我喜歡看電影 喜歡看什麼 最近最近在演那個 那叫什麼 絕地救援是不是 絕地救援 算是動作片 那是那個火星 火星的那個 他真的上了火星嗎 沒有上火星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花錢去看 你為什麼要花錢騙自己呢 沒有 他就是一個娛樂 就像電影是一個娛樂 大家都知道電影不是真的 大家都知道他有沒有上火星 沒有嘛 他有沒有快餓死在上面 沒有啊 他旁邊一堆劇組人員 可以為他吃便當 對不對 可是大家為什麼還是花錢去看 他就是一個娛樂 娛樂啦 對 大家不要想說 我是被騙 真的騙人的是那種 騙錢的 騙色的那種 那種才是真的在騙人 這個東西是娛樂 娛樂 歡樂快樂的東西 對 最後再帶給大家一個娛樂 他不是魔術 他是我非常喜歡一段東西 他是我的寵物 他名叫Rocky 大家等我一下 使用前要先沖一下氣 像這樣 一二三 好 沖完氣之後呢 他就會開始在我身上爬來爬去 好乖 好乖 大家有時候看到人 陌生人他會怎樣 緊張 跳下去 這時候要怎麼辦呢 為他吃東西 像這樣 好乖 好乖 我平常很喜歡帶著他 到處跑來跑去 但是呢 每次到了餐廳的時候 服務生就會走過來說 先生 這裡不可以帶活的東西喔 蛤 不可以帶活的東西嗎 沒問題 他死了 現在死掉了 接下來大家可能會覺得很殘忍 Yuhu Rocky 回到家之後 Rocky 這時候不行了 你知道要怎麼辦嗎 人工呼吸 答對了 沒有錯 要先幫他做CPR 像這樣子 1 2 3 1 2 3 接下來做完 做口對口人工呼吸 再幫他重新充點氣 他就會學硬地愛人走路 謝謝 太可愛了吧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娛樂 好啦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在嘴下講個喜歡 在嘴上講個訂閱 隨便訂閱頻道 時時跟蹤影片動態 謝謝我們到今天來和我們訂閱 謝謝 我們下一個節目再見囉 see you guys bye bye 拜拜 拜拜